能绘制分数数线 先观察一条数线 说说看数线上有什么 数线上有数字 单位长和方向 在绘制分数数线前 要先确认一个单位要评分成几等份 例如要将五分之二画在数线上 首先画出一条直线 固定一个单位长 标上原点零及一 代表一个单位长度 将零到一单位评分成五等份 每一小段代表长度五分之一 两小段表示五分之二 还有另一种方法 如何画出四分之一的数线呢 首先拿出直尺 画四公分当作一个单位 标上零和一 将此线段评分成四等份 一等份处为四分之一 线段间可评分成几等份 是根据分母的数值 分母如果是二 每一单位评分成两等份 分母如果是三 每一单位评分成三等份 每一等份都要一样大 将一二三分之一 画在数线上 可以用方格纸来做做看 第一步骤先画出一直线 每三格为一个单位 依序标出单位刻度 零 一 二 再来 将每个单位评分成三等份 每一小段代表长度三分之一 一又三分之一 就是一加上三分之一的地方 除了画在方格纸上 还可以怎么做呢 还可以用指尺 当作分数数线的刻度来画 将六分之五画在数线上 先以六公分当作一个单位长 一个单位评分成六等份 一等份处是六分之一 五个小段处是六分之五 我们来整理一下 利用方格纸或指尺的刻度 帮助单位做等份 数线标记从零开始 依序先标上整数值 每一个单位要一样大 根据分母将每一单位做等份工作 刻度所代表的数值 是从原点零到该位置的长度 代分数要注意在哪两个整数之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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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出海璨